北里博书第二章 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爱的劝勉,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 你们就应彼此意见一致,同气相爱,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以满全我的喜乐。 不论做什么,不从私见,也不求虚荣,只存心谦下,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 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 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 却使自己空虚,娶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 他贬义自己,听命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 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以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 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胜负。 为此,我可爱的,就如你们常常听了命,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就是如今不在的时候,你们更应该听命。 你们要怀着恐惧战力,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 因为是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并使你们立行,为成就他的善意。 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摘和纯洁的。 在乖僻败坏的世代中,做天主无暇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 犹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献耀出来, 使我到基督的日子有可自夸的,那我就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 即使我应在你们信德的祭祀和贡献上垫我的血,我也喜欢, 且与你们众位一同喜欢。 同样,你们也该喜欢,也该与我一同喜欢。 我在主耶稣内,希望不久打伐地貌德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我知道你们的事而放心。 实在,我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诚心关照你们的人, 因为其他的人都谋求自己的事,而不谋求基督耶稣的事。 至于他,你们知道他所受过的考验, 他对我如同儿子对待父亲一样, 与我一同从事了福音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即使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样了结, 就立即打发他去,并且在主内我自信, 我自己也快去。 再者,我以为必须把我的弟兄、同事和战友, 及你们派来为攻击我的急需的使者, 恶帕洛迪托给你们打发回去, 因为他常想念你们众人, 又因你们听说他病了,他更为心骄。 实在,他曾病得几乎要死, 但天主可怜了他, 不但他,而且也可怜了我, 免得我仇上加仇。 那么,我紧速打发他回去, 好叫你们看见他再感到喜乐, 而我也减少忧苦, 所以你们应该在主内满心喜欢接待他。 像这样的人,你们应当尊敬, 因为他为了基督的工作, 曾冒性命的危险接近了死亡, 为弥补你们未能侍奉我的亏缺。